在烏克蘭戰爭之後呢 現在整個東歐的局勢都不一樣 這些東歐國家漸漸變強大了 但是經濟學人就分析 有三個因素決定它的影響力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最近呢 美國總統拜登日前會晤了 東歐救國的領導人 這樣的動作呢 也被外界格外矚目 但是經濟學人就說了 在烏克蘭戰爭之後呢 重新調整了歐洲重要成員 那麼使得東歐這些國家 變得更加強大 但是它們必須要影響力 那麼就取決於人口規模跟經濟實力 這樣決定影響力能不能夠來持續 我們就帶你持續來分析 其實這布加勒斯特的九國裡面 其中是波蘭最大 那麼呢 它們的人口大約是9500萬人 占歐盟的比例大約是兩成左右 總GDP也占歐盟總GDP 只有一成左右而已 那麼呢 它們缺乏金融整合 所以影響力相對來講是受限的 那麼烏克蘭僅西歐關注的問題之一 現在聰明的外交策略恐怕就會派上用場 能不能取決這東歐能夠發揮更多的實力 恐怕還得看看它們接下來該怎麼做了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